Hello大家好我是BOX 今天是来分享一下我的部分视频的 这次跟宝格回货和浩特呢 带了这个便携式的首饰盒 然后里面带了一些我近期比较爱用的 接下来的这几对耳钉呢 是我最近买的 它是那种都是不规则的 就特别好看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两边不对称的 首先先给大家戴一下这个 然后一边戴起来是这样的 非常漂亮 这边是两个小吊坠 然后这边是一个圆盘 不规则圆盘里面有不灵不灵的 然后戴起来就很美 第二对耳钉呢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淡紫色的一个石头 像天然石头一样 然后上面也是金色的 我觉得这种石块也非常好看 这种颜色不常见 我都认为在后面 我让他不要出声 声音巨响 然后这个就是这样了 一个石块配上这个金色的 感觉低调中有一点点升华 第三对呢 是有金属片的感觉 很薄 然后它上面像一个油画 很有那种艺术的感觉 它本身的粉色呢 不是那种很俗的粉 有一点点橡皮粉的感觉 这种就感觉 夏天穿一个那种彩色的裙子 就很有油画质感的 是不是它的气质 我觉得很漂亮 接下来来一款项链 我这一期戴的第一款项链 就是这个了 珍珠款的索骨链 它这个最中间呢 还有一个小金豆 有一种美又不浮夸的感觉 因为它的这个小珍珠真的很小 感觉跟我的这个 指甲上的珍珠差不多大小 所以呢 看好这个 好 再来夸张 喜欢在Hooker的唱到左骨 第二条呢 也是一个 左骨链 就很细的这种 就是稍微间隔一段距离 就会有一个珍珠 带着一个小金球 接下来当中是这样的 这个也很美 再来分享的这个呢 是比较小巧的一款耳冰 它是那种浮雕的感觉 像一个小金币一样的 颜色很浮夸 但是款式不浮夸 所以整体上也是那种 比较中和的感觉 所以会是特别过分夸张 这一对戴起来的 就非常灵动 它那种它非常闪 然后在头发里遇到 仰光的一个绿一对 像是四油四五 就从你的耳朵边 闪出一道金光 特别美 特别好看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对呢 就是我之前去 西游军奖当中 带的那一对珍珠的 它这个珍珠呢 我之前拍过一些写真 然后写真管 也给我带的是这个 还挺好看的 就是它穿正式的衣服 就会觉得比较正式 但是如果穿日常的衣服 也不会特别夸张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很百大 白色珍珠 它这个珍珠上 不是光面的那种 它还带有一点点磨砂质感 所以很高级 下面这一对我超喜欢 它是上下两部分组合在一起的 上面这一部分呢 特别像一个调芭蕾的小女孩 下面像她的裙子 带下是这样的 那最后一对呢 是一个非常复古的绿色系的 它这样正面看 可能看不出来 它是立体的 就是它有很多小石头 站在这个上面的 也是不规则的 但是它比较有分量 看起来非常的华丽 如果说它是一个大圆盘的话 我可能还没有那么喜欢 但就是因为它这种立体的 贴上去的 我就觉得很好看 我就是试的 我的耳朵都红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